大家好,我是陳寗 最近我們常常聽到武漢這個地方 但是呢,武漢到底是什麼地方呢? 對台灣人來說 最了解的其實不是武漢 而是武昌 因為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就發生在武昌 可是為什麼武昌這個地方 或是辛亥革命的第一個 成功起義的地方呢? 他到底為什麼會聚集這麼多人 我們最近看新聞知道有1000多萬人在那裡 那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為什麼如此重要? 我們今天就來談談武漢 讓大家了解一下武漢這個地方 到底在整個中國的歷史長河之中呢 佔有什麼樣的重要地位? 那開始之前呢 記得要先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鈴鐺、打開通知 那我們就開始了 這個武漢呢 其實那是近代我們才叫它武漢 嚴格說起來呢 是在民國以後它才叫做武漢 因為原本那個地方有三個市 就是武昌、漢口跟漢陽 總共三個地方 那在民國初年的時候呢 那裡改名叫武漢三聯市 也就是把這三個市把它合併起來 所以現在那裡也有三個車站 那這個地方呢 武昌、漢陽、漢口三個合起來之後 它才叫做武漢 一直到現在呢 就是湖北省的省會 現在常住人口有1000多萬人 幾乎呢 就是三分之一個台灣大 這樣說起來 其實差不多就是從 基隆一路快要到台中 這麼大的地方 就整個武漢 所以你說 那裡聚集了1000多萬人 感覺很誇張 其實還好 以台灣這種多山 這種多山少平原的地方 都有2300萬人呢 這個平原的武漢 有1000多萬人其實還好 那為什麼武漢這個地方 自古以來就非常重要呢 因為武漢呢 它是在長江的沿岸 那它剛好就是在長江 還有漢水的交界處 所以呢 最早最早 我們在這個中國歷史上 有說到 關於武漢呢 第一個傳說就是大雨治水 我們知道大雨治水 在三國家門而不入嘛 因為 中國一直以來 都有很嚴重的水患 黃河跟長江都很嚴重 那大雨它第一個成功治水的地方 就是在武漢 也就是這個長江跟漢水交界的地方 那其實我們可以理解嘛 兩條河流 會合的地方 肯定水患很多 所以 它在這個地方治水 我們也可以理解 這非常重要的一點事情 那這個地方呢 它不只是一個重要治水的地方 同時 也是中國為二 發現了商朝遺跡的地方 所以呢 漢口 應該說 武漢這個整個地方 其實那是一個古蹟多多的地方 包括很有名的黃賀樓 就是那個故人西池黃賀樓 在李白的詩裡面 有提到這個黃賀樓 也在武漢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千古名城 我們在講到千古名城 通常都會講什麼太原啊 或者是北京啊 南京這些地方 但其實武漢 在整個中國的中部 或者是長江的中游 都是非常重要的核心城市 所以呢 你看在商朝的時候就已經有漸層了嘛 到現在如果你有機會去武漢的話 也可以看到就是商朝的宮廷的遺跡 那到 不是宮廷所說 是宮殿的遺跡 宮廷不在這個武漢 那到後來呢 到了春秋戰國的時候 武漢它還是有非常重要的 第一個呢 就是在論語裡面有提到 就是孔子呢 來到了這個武漢這個地方的時候啊 它叫子路去問金 所以我們今天呢 都會說乏人問金 乏人問金 就沒有人去問嘛 那其實在最開始的時候 這問金這兩個字呢 其實就是叫子路去問 我們迷路了 你去找一下渡口在什麼地方 其實那個孔子在周遊列國的時候 常常迷路 所以 就有一些這樣的記載 那其中這個子路問金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典故 因為孔子在那裡迷路了嘛 所以 它就叫子路去問 那這個為什麼會很重要呢 因為它不只說明了 這個 武漢這個地方呢 在春秋戰國的時候 就已經是重要 那個時候是楚國的領地 同時呢 因為 有了這個子路問金這個典故 一直到西漢的時候 西漢有一個很有名的 華南王 劉安 他在這個地方啊 他治理這個地方嘛 那有個農民呢 在挖地的時候啊 就挖出一個石碑 然後那石碑上面就寫說呢 這裡就是子路問金的地方 感覺好像那個 什麼莫道食人一隻眼 如果你忘記這個影片的話 回去看網軍的影片 就有提到莫道食人一隻眼 也是個農民什麼的 去挖了一個石碑 那那個時候呢 就在這個地方 挖到了這個子路問金處的這個石碑 於是呢 這個華南王他很開心啊 就把這個石碑把它立起來 建個庭把它保護起來 後來呢 他又在那個地方蓋了一座孔廟 後來那間孔廟呢 就改名字叫做問金書院 他是很重要的書院 因為有很多的名人 都來過那個地方講課 包括朱熙這個儒家的這個重要的大牢 如果沒有朱熙的話 今天這個儒家也不會 說這真的是好壞兩半的事情 但是我們今天就不講朱熙的事情 但是就是很多名人都來這裡講學過 他跟中國有名的什麼白鹿洞書院 這個白鹿洞這個在台灣也很有名的租書店 他其實是中國有名的書院 其實以前那老闆也是很有學問的 什麼東陵書院 白鹿洞書院 問金書院 號稱呢 是中國最古老的大學 你看從西漢到現在嘛 對不對 所以一千 快兩千年了 這種果然是很老的大學 那如果你今天去這武漢的話 還是可以看到這個書院 那再來呢 就是他後來這裡人聚集越來越多了嘛 那後來到三國時期的時候這裡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最近在這個封城的這些 城市名單中 還有一個大家也很熟悉的 就是赤壁 赤壁這個地方呢 也在武漢的附近 基本上我們可以說 整個漢文明呢 他從這個長江跟黃河流域之間的 這個歷史發展呢 一直到明清 往這個海岸發展之前呢 他在這整個中間 就是中國中部的地方 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包括呢 岳飛 岳飛抗金的時候呢 他也曾經鎮守這個地方 那個地方稱惡 所以呢 岳王才會被稱為惡王 所以呢 你看這個地方呢 是非常重要的 那只是對台灣人來說 就覺得他離我們很遠 因為武漢對我們來說真的很遠 你看在湖北省 那武漢呢 這個地方 剛剛講過他很重要嘛 事實上呢 因為他是這個 漢水跟長江的匯流口 再加上呢 他對這個 不管是東西向 就是河流的交通 或者是南北向的陸路交通 他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交通地 從宋朝到 明朝到清朝呢 這個地方呢 一直都是交通要道 所以才會後來被稱為叫做 九省通區 一直到今天呢 現在有很多我們常聽到的什麼金九鐵路啦 金廣鐵路啊 這些從北京到中部 然後再從中部到中國南部的這些鐵路 或者是東西向的鐵路 很多都是在武漢這個地方交匯 所以 很多人說 武漢封城呢 有什麼了不起 他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呢 所有幾乎可以說是南北東西向的交通 都必須經過武漢 所以那個地方封錢 哇 這影響是非常的大的 千萬不要覺得說啊 瘋了有什麼了不起 那是一個非常大的動作 因為對整個中國的交通要道 尤其是現在過年 正要春運的時候 那是影響非常大的 那到了這個 就是這個武漢這個地方 一直一直到清朝末年的時候啊 因為後來不是 清朝不斷打敗仗呢 簽了很多很多的不平等條約嗎 那那個時候開放了非常多的口岸 漢口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口岸 這時候你就會想 奇怪 不是武漢嗎 為什麼沒有漢口呢 這是因為啊 原本在武漢這個地方呢 朱元璋的第六個兒子朱貞 在這個朱元璋剛好攻克武漢的時候出生了 所以呢 朱元璋就很開心啊 後來就封他這個兒子在那個地方當楚王 可是啊 後來這個武漢雖然變成大城市 可是漢水卻改到了 所以呢 就多出了一個新的鎮 就叫做漢口鎮 所以呢 那這個武漢漢口漢陽這些是慢慢擴大出來的 他本來就是局限在武漢這個地方漸漸的擴大 整個漢水長江的周邊才會出現三個城市 所以後來說什麼武漢三聯市就是這樣來的 那就這樣子一路發展一路發展 發展到清朝末年剛剛有說過嘛 開了很多個口岸 那其中一個口岸是漢口岸 所以呢 這裡就聚集了非常多的外國人 那整個中國中部想要出口的東西呢 也會從武漢這個地方上傳 再沿著長江出海 所以呢 這裡就變成一個 中國各地的人都會聚集的地方 後來清朝末年的時候呢 這個胡廣提督張之洞 他在這個地方呢 廣辦這些工廠啊什麼的 所以在這裡呢 也變成一個很重要的重工藥陣 所以如果你有看這個鬼垂登啊 鬼垂登的這個作者天下霸唱 他有寫一些清末明初的故事 在裡面會提到一些槍炮 他都會強調漢陽照的槍炮是高擋 為什麼是漢陽照 就是因為來自武漢三聯市裡面的這個漢陽 就是張之洞當時辦的 所以可以說啊從清末開始啊 這個整個工業的發達跟口岸的發展 都讓這個武漢的地位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所以呢 一直到這個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之後呢 武漢這個地方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往後呢 在多次的戰爭 包括抗日戰爭中呢 這些地方都是曾經重要 發生重要歷史的要點了 所以呢 你說 為什麼現在講到武漢會是這麼重要的地方 因為它不管是古代或者是現在 都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順帶一提呢 這個武漢市啊 就是一個市 它的GDP大約是台灣的三分之一左右 所以呢 你說武漢大不大 非常的大 它的人口有台灣的一半多 它的面積也有台灣的三分之一 GDP也有三分之一 你說它是不是一個很大很重要的城市呢 所以呢 今天我們就講到這裡了 如果呢 你對這個武漢 或者是任何中國地理 都還有任何的想法或問題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再來討論 那最後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鈴鐺 打開通知 我是陳寗 我們明天見 拜拜